立法院会周二审查劳基法有关一例一休 与砍七天国定假日的修法草案 总统蔡英文周一采释 请立院党团尽速完成修法 周二历经数小时协商破局 蓝绿立委下午一度在主席台对峙 双方发生严重推挤 最后朝野上演表决大战 通过一例一休与删除七天国定假日 立法院场外公斗等劳工团体 一早就号召上百人包围立法院 他们高举68名民进党立委的照片 痛批民进党要强行砍价 牺牲老公权益 如果民进党还有一点点羞耻心 如果民进党委员还顾及说 你是民选出来的 那这个今天在认会投票的时候 真的去违反这个 我顾名义国立财团的抗议 劳团抗议过程中 数多与警方发生冲突推挤 晚上议场内进行逐条表决时 劳团朝立法院围墙内丢置烟雾弹 之后更点火焚烧明指 当德之立法院内表决通过删除劳工七天国定假日 场外群情激愤 劳团一一唱名投下赞成票的立委 并高喊口号砍价凶手 争论许久的一例一休 与砍七天国定假日修法议题 虽然暂时告一段落 但场外抗议团体撤场前 强调未来将持续监督民进党立场 生活中心台北报道